那我就直接看课本的第16页 好了吗 课本的16页的地方 没错吧 好了 这一个 应该是这个没错吧 为什么你们都跟我吃太一样 第2页才对 那他才不对 他翻到第16页 来contact us 请你们想办法联系我们 那这个contact这个字你帮我写一下 这个字叫做 集物动词 所以他的后面呢 基本上不用再to啦 at啦 都不用 直接接一个兽格就好了 那名字是谁 email是谁 请问这个小老鼠英文怎么念 对写上去at 没错 就是at 不是little mouse 记得哦 他是at 好那这个呢 我们不是科目 这叫主旨 你们现在其实很难 很少我们在写信 不过要知道 subject在这里就是主旨 你写这封email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 Desperate request for advice from Dr. Ammel 那这个desperate写一下 就是渴望的 迫切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很急迫的啦 很需要的 好了没 然后第二个advice呢 帮我写了 a piece of advice 就是这个一个建议啊 它是不可数的 一个建议叫 a piece of advice 不能加S哦 这个字不加S哦 这个字不加S哦 所以我们需要呢 非常非常急迫的需要那个 Dr. Ammel 就是阿末 博士的一个建议 好那为什么要建议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吗 男生一定要认真看 contact us 我点到了 好来再来 因为他的信件里面就 My girlfriend Greta gave me a handmade Valentise day card 第一个把这个handmade的圈起来 拉出来写 基本上呢 这个字啊 只要是跟人身上有关 上次跟你们说过的嘛 大概他在那边都接一批 所以handmade的这个字 你帮我写了手工的 手工的 所以他亲手呢 做了一张的情人卡 手做的哦 然后这个情人卡呢 做了一件事情 画到这边 往前画 那这个卡片呢 做了一个 他用了一个形容词 去来说 所以第1个方式 which 那这个卡片呢 delight me 来把delight 写个make happy 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开心 所以他做了一个 让我非常开心的 那个情人节的卡片 所以像我就很喜欢收到 学生手做的东西 我都觉得这种真的是一份心理 就是 平常当然你买的是OK 可是如果是亲手做的嘛 我都觉得超棒 我都会专程把它 我有一个盒子 专门就是专门是 这几年来我学生只要是手做的东西 我都会收得好好的 所以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去帮他上香 我就把他手做给我手做的卡片 我就回送给他妈妈 然后妈妈才知道说他当年做了一个很棒的卡片给我 然后再来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事情 我发错了 我发到这里才对 那很不幸的事情是 the occasion 来把occasion写个名字 那这里呢 可以翻成场合 可以翻成事情 都OK 然后the occasion slipped my mind 什么叫slipped my mind 写个forgot 我忘记了 这个场合我竟然忘记了 and I forgot to buy her a dozen ragnosis 好 第二个要画的是这里 一打 再问a dozen 请问2打勒 要不要加s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 一打嘛 叫a dozen ragnosis 因为玫瑰花的确要码是一树嘛 bunch of 要码就一打就是12朵 可是你送花也要有 sense喔 所以一朵 你可以讲我因为我没钱 不要讲这句话 你不要讲你没钱 为什么我只送你一朵 因为我的世界你是我的唯一 送一朵 送两朵怎么办 我的眼中只有我们两个人 送三朵怎么办 我爱你啊 就三个字这样就好啦 对要懂得去转述嘛 对啊 所以要记懂成说这一刻要学 好啦 来第二个 要不要把这个s打叉叉 记住喔 两打的 什么什么东西 不管是蛋啊 花啊 什么都好 本身它的单位是不加s的 你要加的s呢 一定是接在它的后面 可是你说有啊 我有看过那个大人加s 可以 请你写这个 你要有s 你就加 什么 off 对啊前面就不要数字 有s你就留off 这两个一起留 可是前面相对的喔 就不要有任何的数字 所以呢 他就买给他呢 一打的那个玫瑰花 12朵在情人节也还好啦 一朵大概50块 贵一点 那50块就不得了 平常一朵大概 10块钱就可以了 好啦所以没想到呢 因为女朋友送她的是手作的卡片喔 买不到的喔 可是她完完全全既然都忘记 连玫瑰花都没有 My girlfriend 好啦关系啦没关系 所以来handmade的我就跳过 来再来 Let you like me 叫关系子句 这个我也跳过 好来occasion刚刚没写到的 帮我写上去 第1个特殊的场合 第2个重要的活动 第3个盛会 你挑一个你觉得不熟的写上去 好的没 好再来往下 那forget的后面呢 有两种用法 第1种加2 请问加2是去做还是还没去 2 还没对 2就是接下来要去 所以一定是还没做的 那加ing呢 绝对是做过 只是你忘记了 那跟什么remember stop 都一样 好啦 那大家刚刚写过了 就是一档 再来fast words 更糟糕你没送卡片就算 没送卡片没送美国发就算 更糟糕的事情是 I try to make a last minute reservation 这个last minute圈起来 因为last可能是最后一个 所以记住这种叫做复合形容词 不要加s 8岁大的男生也叫做8 year old boy 也不加s 所以这种只要当形容词的时候 都不能用复述 所以更糟糕的事情 连最后一分钟的预约 to take her out 来吧 take out 发出来 就是外食 简单来说是去外面吃饭 for candlelit 好 第二个把这个 candlelit 发一下 就是烛光晚餐 简单的说就是 烛光的 即使在最后一分钟 我想要预约餐厅 大家去吃那个烛光晚餐 都会没办法 好了吗 getting a table proved impossible 第2个 getting a table 写个主词 proved 写个动词 所以句子的顺序 主动收敌时 那因为前面强调是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想办法得到一个桌 拿到一个餐桌 这件事情 证明了一件事 什么是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 Rita is crushed 那这个crush的两个意思 你如果讲crush on somebody 你爱上他了 可以 可是第2个意思 如果什么都没有 crush怎么就是崩溃了 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非常非常的失望 所以因为这样女朋友 你要好好的去安慰他 那怎么办呢 他就教他 what's work 他都会念一下 所以getting the table 记得就是一件事 好 再来 should assume let 把我加个let上去 他预设好了 他假设好了那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因为他认为 I do not truly love you 这个truly的ly 往这个字化 修饰动词的 一定是用副词 所以他觉得 我一定不是真的爱他 since I spent neither time nor money since写个等于 for 写个等于because 这里不是自从 翻成因为 为什么他觉得 他女朋友觉得他不爱他 因为两个都不做 两个都没有 所以deer nor 写个二分之零 既没有a 也没有b 所以他没有花时间 也没有花钱 好第2个 第1个如果是花钱 请你用on 如果是花时间 请你用in 加按g 我的话数开始 不听话了 花钱 用on 花时间 用in 那因为他这里强调是 时间前都是嘛 所以他没有花钱 没有花时间 在我们的庆祝的活动上 i know let 帮我把let写上去 其实我知道那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is my fault 真的啊 那我们现在口语 我不会讲 is my fault 你们比较常听到都是什么 知道吗 也不会 更口语 my bad 对 其实文版不对 bad不是名词 可是他真的就是讲my bad OK了 好再来往下 所以呢 我知道啦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记得跟女朋友吵架 你只要认错就理事 你不认错一定事情就很大了 好再来往下 再来what can i do to win her bad 然后把wee bad 放下来 就是把他引回来 什么叫引回来 就是让他每次转移来 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and show her let 帮我把let子写上去 然后我要去展现这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I really adore her adore写一个动词 just love very much 爱慕啊喜爱啦 所以我其实真的是很爱她的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好来把这个to 拉出来写 写个加 bng 我非常非常期待你的回复 非常非常期待你的回忆 好没 那这个人 因为他住在Iseland 住在冰島 好这个是你们的第2页 对不对 没错吧 后面还有吗 没有了吧 就是到第2页 这样子就好了 好我先暂时上到这边 时间抓得刚刚好 好下一节帮我把文发准备好 好